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打造智慧钢厂 助力钢铁行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钢铁用了十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十年的发展转型的道路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经济跨越关口 迈向高质量发展 原始怎么样 原始应该可以吧 繁华的北京CBD 隋少龙正在紧张注视屏幕 屏幕中显示的挖掘机 位于日本大阪 距离北京大约1700公里 此刻挖掘机的驾驶势力空无一人 隋少龙和团队 准备向日本的同行 演示神奇的操作 在中国北京的办公室 遥控这台挖掘机 让它动起来 这台日本的挖掘机 已经安装上了隋少龙团队 研发的远程控制系统 开始 如果今天的演示顺过 团队将得到一笔 来自日本的订单 这是一个平均年龄 28岁的创业团队 33岁的创始人隋少龙 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从事机器人领域的研究 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系列扶持 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 相继出台 2015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 从中关村传到了灰谷 受到鼓舞的隋少龙 决定回国创业 对于我个人而言 中国意味着一个未来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能发挥很多的东西 你可以去探寻很多的事情 隋少龙回国创业这一年 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 达到1.2万户 平均每分钟约诞生八家公司 这十年 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到5级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新技术新产业 如雨后春存 层出不群 究竟选择哪一条赛道开始呢 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核心要素 隋少龙决定先四处走走 寻找创业的机会 自动化专业毕业的隋少龙 一直对工程机械感兴趣 他特意来到工程机械众多的矿山考察 他发现挖掘机师傅的作业环境 十分坚固 发掘机 逢山开路 御水驾桥 往往都是施工场景中 最先进场的机械 作业环境充满着未知和危险 跌落坍塌的安全隐患 随时存在 粗略统计 中国有三百五十万挖掘机首 这些操作手可能是儿子 可能是丈夫 他们背后其实就是三百五十万个家庭 这三百五十万个家庭 那就是上千万的人 生命重于泰山 2016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 安全生产工作的钢领性文件印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安全生产立法体制机制日渐完善 矿区工作人员也迫切希望 能改变工程机械面临的高危作业环境 将挖掘机这样的高危工程机械 变为远程遥控操作 随少龙认定这是一个新的创业机会 他希望通过自己擅长的机器人技术 改造挖掘机 用技术的突破 实现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 很快随少龙就拉来创业资金 找来三位有工程机械专业背景的朋友 组建起创业团队 这个正在安装的方和 是环队研发的指挥中枢 将它安装在普通挖掘机上 就能像开遥控汽车一样 远程操作挖掘机 你这边联上了是吧 你问一下 你那边咋样 设备电压没问题啊 好了好了远上了 行你动一下大臂啊 好耶OK 有动作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 这个事情 对吧 其实也没那么难的嘛 把机器人技术网上一装 你看 这玩意儿它就动起来了 随少龙和团队怀着用机器人技术改造行业的梦想 不断改进硬件 优化算法 团队也由最初四人渐渐壮大 与此同时 他也开始寻找客户 推销自己的产品 他们的技术 让挖掘机师傅远离了飞杀走时的作业现场 和伤亡事故的风险 但没想到 司机的反馈不是夸奖 而是吐槽 那肯定差太多了 来这儿必须得盯住 盯眼睛就算 眼睛都视觉疲劳了 45 他们原话就说 什么不玩意儿对吧 简直就是垃圾 赶紧滚回去 根本没法用 远程操作虽然安全舒适 可是干活效率太低 一来二去 和矿山的合作没了下文 那段时间说实话 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 真正让我觉得 我还是要咬牙走下去的 就是我内心深处当中 特别恐惧 我变成了一个 没有梦想的人 失去了你想改变一点点东西的 那个小火苗 你就老了 我就会变成一个 不到三十岁的老人 你们把那边 能放线的位置给留好 远程挖掘机解决了安全问题 但安全并不是挖掘机师傅唯一的需求 和最初的创业伙伴一起 隋少龙再次出发了 这次隋少龙准备虚心向矿区师傅请教 他们对远程操作挖掘机的需求 究竟是什么 咱这个里面我看 这个整个发掘机 这个电产洞的时候 是怎么个操作方式 踢松 踢松就往前飞是吧 这个高中手上就起来了 跟真正开这个挖掘机的师傅聊完之后 咱们知道他们在开这个挖掘机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经验跟技巧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私底脑子里面 你得跟他好好聊 才能跟他聊出来 隋少龙团队四人吃住在矿区 沉下心研究真正的挖掘机操作 最终 隋少龙发现很多人工操作技巧 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转化为自动操作 挖掘机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回到北京 隋少龙团队进一步改进产品 基于挖掘机师傅 真实需求的远程操控系统 终于吸引了市场的兴趣 这里是辽宁营口港 突如其来的疫情 给正常生产带来了一定困难 发掘机师傅经常要卸货 接触各类进口货 为了防止疫情输入 每次作业后都要隔离一段时间 2021年12月 研发团队带着经过改造后的 远程遥控挖掘机 来到银口港作业现场进行测试 安装了遥控系统 挖掘机师傅不再需要下船舱操作 岸边40米高的岸桥吊驾驶室里 他们正在遥控船舱里的挖掘机 清理舱内的煤炭 这个梳笔是挺好的 而且那四线丑的也挺好 测试非常顺利 有了远程挖掘机 实现无接触作业 大大降低了疫情对生产的影响 挖掘机师傅也远离了粉尘严重 旷渣飞扬的作业环境 有了港口的成功经验 隋少龙对远程遥控千里之外的 日本挖掘机充满了信心 此刻 日本的挖掘机驾驶室 风无一人 通过远程操作系统 隋少龙团队在北京操控挖掘机 顺利完成了S-1障碍行走 定点旋转等一系列动作 测试获得圆满成功 几天后 远程挖掘机的操作系统被寄往日本 实现了技术出海 近年来 像远程挖掘机这样的新技术新模式 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快速增长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 专专业化 精细化 特色化 新颖化的中小企业 为中国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十年前我的梦想是在美国踏踏实实地做工程师 我现在的梦想变了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想把这些矿山上的这些挖掘机变成机器人 十年间 新技术引领的新业态不断涌现 同时传统产业也在积极应变和创新求变中转型升级 这是八年来萧鹏第572次飞行 过去14年到现在 飞行的时长超过了1500个小时 超过99.9%的飞行用户 近90万公里的飞行 足够绕地球20圈 目的地高度相似 钢厂 萧鹏将自己的职业称作钢厂医生 对全球钢厂的污染病 低效病 望闻问切 开芳抓药 在过去我相信很多老百姓 对钢地企业的印象都是浓烟滚滚 还有就是环境比较恶劣 尤其是生活在这个钢厂企业附近的居民 可能感受会更深刻一些 今天萧鹏来到位于广东湛江的一家钢厂 这是2015年他参与建设投产的国内最新的千万吨级钢厂 过去我们在钢铁企业工作完 我们的身上衣服上粉尘 还有我们的鞋上 回到驻地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先洗手 然后再擦鞋 大家看看我的鞋 这么长的时间走下来 我的鞋干干净净一层不染 这个在过去真的无法想象的 曾经钢铁冶链产生的粉尘排放的废气 一度是中国主要的大气污染源 2017年 中国钢铁产能前20倍的城市 空气质量无一达标 平均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28% 今天钢厂所在地战江 空气质量优良 但七年前 中国钢铁行业 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2015年是整个全钢铁行业 几乎全行业都亏损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罗文钢的这个价格的历史 数据曲线图 最高的时候价格已经超过了6000 那么最低的时候价格低 低于了2000 三倍的差 有的钢铁企业就破产了 有的钢铁企业提出来 在养猪犬或者我刚才去做其他的行业 大家都认为 是不是真的钢铁整个行业 又走到了穷头末路 走到了一个夕阳的时间点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8.04亿吨 几乎是排名世界第二国家的八倍 然而巨量的产能带来的不是盈利 而是巨额的亏损 2015年底 面对钢铁产能严重过剩 钢材价格持续下跌 产业布局不合理的现况 国家出台了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等相关措施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对于我们钢铁的从业者来说 既有担忧 也感觉到一些新的机会 所以在供给测结构性改革里面 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去产能 谁才是那些应当被切掉的产能 其余的部分都改完了吗 这是一个前期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是吧 在国家政策的钢性约束和积极引导下 钢铁行业开始艰难转型 萧鹏奔走于各个钢厂 为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开药方做规划 大的方案启动了吗 没有启动是吧 尽头就是成本 对他的东西产出 那个钢厂就不愿意 但想要找到亏损企业愿意接受的 升级改造方案并不容易 很多钢厂企业也认识到 对周边的环境的污染真的应该改 但是本身钢厂企业发展很困难 关于环境的这些方面的投入 可能大家在最开始是很难接受的 萧鹏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 说服企业在绿色转型中提高效应 他把目光投向钢厂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这是钢铁厂其中一个原料厂 用来堆存野链所需的各种矿石 总面积十万平方米 几乎相当于十四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这就是钢铁链钢的铁矿石 我们看到的像粉末一样的 过去钢铁企业的料厂都是开放的 都没有封闭 它不断地在导运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大的阳城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 有一个城市附近的各种开放式的料厂 因为阳城对这个城市负面的贡献 每家每户可能有将近一年 两百公斤的粉程量 这是一个巨大的环境的污染源 漫天阳城的原料厂 是萧鹏找到的突破口 他们为露天原料厂加盖了顶棚 每年节约因阳城和雨水冲刷 带来的损失接近一个亿 对钢铁企业的原料来说 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像这么大的料堆 可能得靠人一点一点 拿着痞子去量 量完以后再来做计算 但实际上计算的精度 也不是很准确的 我们今天在整个这个厂房里面 做了很多的检测的仪表和仪器 激光的测距等等 这些设备就使得 我们能够实时地知道 究竟还有多少矿石 萧鹏他们在原料仓里 加装了摄像头 激光扫描仪等一系列设备 通过扫描 三维数据建模 实时计算出 仓里原料剩余的数量 现在超过一百万平方米的 智能原料厂 转运原料 已经完全实现无人化操作 中控势力 只需要四名操作员远程监控 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现在我们这边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岗位 就对这一块 它对它一整个区域去寻减 减少了原地物力吧 而且你只是寻减吧 对对只是寻减 原料厂改造 企业投入接近十亿元 但每年节约的原料成本 以及提升效率带来的利润 约为一点四五亿元 改造的成功 让犹豫观望的企业 逐渐接受了肖鹏的改造方案 肖鹏开始给钢厂开出更多药方 他又把目光转向了 钢厂最危险的地方 眼前火花四溅的 正是1500多摄氏度的铁水 这是高炉的内部 处理后的铁矿石 就是在这里经过高温引炼 融化成炙热的铁水 高炉下 鱼雷灌车正在接铁水 准备运往下一道工序 三十多分钟后 灌车被装满 好 马上吸气声 马上就会运到下一个位置 现在整个运输的过程是非常平稳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头也好 车位也好 都是没有人在驾驶的 肖鹏和团贵 成功将无人驾驶技术 创新应用到铁水运输项目上 每天在这条一千米长的线路上 七百四十多趟铁水贯车 自行穿梭 完全不需要司机驾驶 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 约四千万元 自动化 智能化的升级改造 是肖鹏开出的药方 这里是钢铁厂的成品舱 加工完成的钢卷 被送到五千多平方米的成品码头 无人驾驶的航车 正在24小时自动吊装钢卷 装船运往世界各地 现在的钢铁联合企业 我们到钢厂已经很难看到 人头传动的景象 原料从码头运输到原料厂 到烧街焦化 高炉 炼钢 粘柱 砸钢 全流程的整个过程 今天已经实现了 完全高度的自动化 而且在很多工序里面 都实现了自动化 2016年起 肖鹏和团队参与了全国乃至全球 数百家钢铁企业的升级改造 淘汰了低端产能 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为全球钢铁企业的升级转型 提供解决方案 十多年前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家 和钢铁消费国家 中国钢铁用了十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十年的发展转型的道路 今天中国这样多的 像花园景区一样的钢铁企业 越来越多 作为中国的庞大钢铁工程建设领域的 一名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 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幸运 能够参与和见证 中国钢铁技术的创新发展的过程 越来越多的国际的钢铁企业 相信中国技术 选择中国制造 科技助力转型 创新兑现梦想 他们的背后 是中国经济的质量蜕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协调成为内生特点 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2021年 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 从2013年的第35位 大踏步前进到第12位 创新创造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牵引着中国好经济巨轮 乘风破浪 稳健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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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